电视剧《甄嬛传》自登陆东方卫视以来 已经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了一股收视狂潮 76集的《甄嬛传》38天的播出周期 毫无疑问坐拥了华语榜中榜之热播排行榜头把交椅 5月2日《甄嬛传》大结局在东方卫视盛大播出 一举创下上海收视率10.3%的超高记录 而温太医 张小龙 锦西 孙茜 曹贵任 陈思思 和安玲荣 陶欣然等众多剧中演员 也齐聚上海御园为《甄嬛传》庆功 当天的庆功宴 也燃成了《甄嬛传》中众演员们的倾诉大会 从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 到人尽皆知的温太医 张小龙就感叹一切来得太快 上海刚播的时候 我到人家一敲门 说你好 我是东方卫视的人 就是这真的吗 那我说你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 因为刚播就刚播 还不熟呢 对 但是在北京我一敲门 温太医就疯了一样那种 你是真的吗 你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说我是真的 他说你的皮肤是真的吗 我说真的呀 我说我没化妆 他说那我能摸一摸吗 他真摸了 就连着戳了好几下 你的皮肤好好 我说我这都是真的吧 没有 不是假的 不做假吧 然后他说我一定收看东方卫视 我要天地锁定东方卫视 你也就为我们东方卫视牺牲了一晚 当时我去送的时候呢 小龙老师也在 然后我一推开门 我说您好 那个我们是东方卫视的 请问你们在看那个东方卫视吗 在看啊 然后我说那您知道我是谁呀 知道我是几夕 哎呀 温太医 我拍了你 拍到温太医 两个女生 两个女生 然后我们把这个拍完了 李耶诗 我亲自把李送给人家了 然后人家说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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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跟温太医拍个照片吗 然后就拍完了 对呀 但是遇到男的就不一样了 就是抓着你不放了嘛 当然因为一部《甄嬛传》 改变命运的演员 还远不止张小龙一个 至终崔锦西的扮演者孙茜 也同样享受到了 因为角色走红而带来的特殊待遇 有一次我去看病 看中医 然后那个中医很老了 他就很沉稳的淡定的 把手搭在我的脉上 摸了一会儿说 嗯 锦西 我也傻了 摸摸脉他就下意识说锦西 什么什么的 他太淡定了 然后看完病他才跟我说 他说锦西啊 我是个不看戏的人 对 他老学究嘛 我不看戏的人 但是过年的时候 跟着我们家人 把《甄嬛传》 从头至尾看完了 我说那您觉得怎样呢 嗯 里边的这个中医啊 还是挺专业的 如今《甄嬛传》中的各位小主们 只要一上街 就会立刻被热情观众一眼发现 剧中安玲蓉的扮演者陶欣然 就透露了一段自己在理发店中 被影仪认出的久事 然后我就剪头发 但那天我穿得特别随便 蓬头垢面 我就出去了 里面就碰到有一个应该就是顾客吧 也剪头发的 然后他就看着我 他很温柔 他说 姐姐 请问你是不是 《甄嬛传》里面演安丽荣的那个演员 我愣了一下 思考了半秒 我说 不是 他说 他的那个反应 他之前很温柔 他马上说 你就是 就是他那个两个态度的转变 然后让我 我觉得 其实我特别抱歉 我觉得我没有承认 但是我那天样子太糟糕了 我觉得蓬头垢面 像个疯子一样就出去了 由于《甄嬛传》中的角色 实在是太深入人心 剧中演员们也会多多少少 因此受到些影响 例如曹贵人的扮演者陈思思 和安玲蓉的扮演者陶欣然 就会因为他们在剧中的角色 擅长功于心计 而被观众误以为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不是省油的灯 如今《甄嬛传》终于顺利收官 两位女演员可不得赶紧透过镜头 向一迷们表达心计 就好了 我们两个行使的是平礼 但实际上他是答应 他要行一个蹲安 我只要是扶病礼就可以 或者是稍微一时一下就行 不要蹲那么深的 对 但是曹贵人他一定不是 他一定不让人抓到他任何的把柄 因为他心机很深 那说的是一个字吧 对 不是 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 只有他心里想我想弄死你 但是我也要对你微笑那种 这俩人特有意思 在戏里面演的都是坏人 还互相要表白谁比谁更好 这俩人太不容易了 生活中总是在澄清自己 生活中是个好人 但是你看他们俩一出来 哪有一个好人的样子 在《甄嬛传》的大结局里 甄嬛并没有迎来完美的结局 他曾经爱过的果郡王 和他曾经牵挂过的雍正皇帝 都接连离他而去 不过在《甄嬛剧组》里 却上演着完美的爱情故事 原来剧中温太仪的扮演者张晓龙 和曹贵人的扮演者陈思思 是一对热恋的情侣 虽然两人在剧中的角色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却通过《甄嬛传》的拍摄 更加了解了彼此 我有点迷惑了各位 这戏里面曹贵人跟温太仪 好像没多大交集 有 我可恨他了 就是他下药把我给要死了 说我恨不恨他 真是 对 我属于让他幸福地去了 这是孽缘啊 一对孽缘啊 但是我很爽 作为我的老师 在演那场戏的时候 他也不得不跪在本宫面前 娱乐新天地吴晨综合报道